今天回到五七不是同學會喔 這個禮拜大家都在關注美國的總統大選 那當然川普語不禁人死不休 他現在身世陣亡又開始 掀起那一種激烈性的言論 他週末也有接受Podcast專訪 講說台灣偷走美國的晶片工作 他們有繳保護費嗎 就連是黑幫都要繳保護費啊 那美國沒有必要補貼有錢的台積電 那此話一出啊 錢外資天王分析師陸行之不這麼苟同 他認為台積電的強大是 幾十萬台灣人又熬夜爆肝患的 買一堆落後軍備早就已經算繳保護費了 那川普怎麼可以 這個時候還拿台積電開刀 那不過今天有人講啊 台積電今天會不會股價受到影響 看起來其實衝擊並不大 也有人另外要反向思考認為 如果說川普希望 我們台積電去美國設廠 反倒對台積電未來股價是更有利的喔 那大家就關注一下後面的這個選情的變化 而深山禮拜六的運動會也是很熱鬧啦 員工發一個人兩萬塊錢 神秘嘉賓是前員工蔡立行跟陳俊勝 為這家處女秀繼承員工一個人發兩萬 那鈔票呢有個小亮點 這個椅子上有人掉了一疊一千多塊錢的鈔票 就沒有人要剪 有人說哇這台積電的這個價值喔 這點三三錢就看不上也就沒人要剪啦 就是賺太多了 當然這是一個玩笑話 另外呢 銅廠加硬 英特爾願美國政府沒有撥款 華府規定有客戶或建廠進度採給錢 錢官員報 怕 拜登怕英特爾找不到客戶 所以不敢補給他 好 老師來聊一聊這台北股市的 在美國選舉前的狀況 川普這個又放話了 目的就是要來針對台建 這是他的選舉語言 但對於台灣來說非同小可 因為台積電是台灣的護國神山 那我們從台積電今天的走勢 你怎麼觀察 夠不夠挺得出這樣的風浪呢 好啦 我們先看一下台積電 今天的分時走勢啦 好 你看一下 你知道台積電到底今天開高還開低 今天開高 那這個消息呢 是我們早就知道了 對不對 其實那個消息也知道 那運動會的部分也都知道 那兩個 縱使你認為那個是利空 一個利多 多空呢 來 大家經過了消化完之後 還是開高啊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那當然尾盤有殺下來 那我覺得那個有可能 外資的期限或的套利 還是什麼的 那今天的盤是相對上來講 也比較不好 我跟大家報告 你自己去看一下 這個新聞不是今天 昨天才有 這個新聞之前就講過了 好 那我再跟大家講 台積電 我覺得大家在操作上來講 你一定要理性 並且要客觀的去分析 不要傻傻的每次 短線上看到什麼 然後就只能好 大家記得我們看月線好了 好 月線 台積電在2022年的時候 一月份見到高點 那時候688 跌下來大家記不記得 因為2022的時候 對不對 那時候就是俄乌戰爭嘛 結個 跌下來 跌下來之後 不是反彈之後 巴菲特不是賣了嗎 先買了之後賣了 然後巴菲特跟你講什麼 因為地緣政治 所以台積電怎樣怎樣怎樣 好 重點來了 地緣政治 現在我們台灣跟大陸的關係 會比這時候好嗎 不會啊 其實還是在軍演啊 還是一堆的問題啊 那我問你 好 那假如地緣政治 你那時候覺得地緣政治很嚴重 現在地緣政治就不嚴重 沒有啊 因為漲上來之後 我跟你講 很多人都就沒有在 所以我覺得這不是 這不是白癡的人講的話嗎 就是看股價 你就每次都看股價來掰就好了 我跟你講 你十讀九書 對不對 這邊地緣政治 現在沒有地緣政治 兩岸的關係 這邊也沒有比這邊好 對不對 好 那你說這個 這個我跟大家報告 不管你是政治語言 不管是什麼東西等等等 我跟大家講 就是說他上了之後 到底會怎樣 其實我們也沒辦法判斷 好 就如同好 我再跟大家講一個 最近的事就好了 那馬斯克不是加入他的團隊嗎 也幫他助選了 對不對 好 那我問大家 川普到底對 他上了之後 到底對電動車好還不好 一般而言 一般而言就說不好 對不對 Tesla為什麼股價會大漲 因為他的財測優於預期 那你一直跟我講 Tesla 那不是神經病嗎 你了解我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講 最近我一直跟大家講 財報比你現在的總統誰上 我再跟你講一句話 總統任何人上 其實影響都不大 只是說因為現在真的要選舉 大家比較不願意再去讀 對 你兩個月前 三個月前 不然我跟大家一下子川普 一下子賀錦麗 我問大家指數上為什麼 還在創高 還在創高 對 道歉 所以不要再亂掰了好不好 我覺得那個一點意義都沒有 你們真的要自己腦袋要清楚一點 好 我們再看下面的部分 就是說我跟大家報告好 因為現在前一兩個禮拜 我就一直跟大家 這禮拜是重量級的超級財報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是不是最近比如Coach 其實我們在9月下旬的時候 就已經要避開了 最近我一直跟大家講 CPO你都要避開了 老師就說CPO會步上設備股的後層 我說他們都已經向下沉淪了 然後這個也是一樣步後層 你看準不準 我們不要說怎樣子 我就是這些 那我不是跟大家講CPO 沒有你想像的好啦 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嗎 等一下我再跟大家講 好 那欣語的部分 我跟大家 其實我覺得其實投資本們 你們真的腦袋清楚一點 它禁止有沒有10塊 你自己去查一下 有人就說不到50我不賣 對 它的禁止 每股禁止你去查一下 以第二季來講的話 它公布的財報 你知道它每股禁止多少錢 7塊多 對 它當然之後有現增 所以我不知道第三季是多少錢 可是我的意思說 7塊多今年EPS了不起預估 好 讓你1塊多 你覺得咧 這種股票 你覺得它會飆嗎 所以你禮拜五去買 今天也不是今天打下來 你覺得買30幾塊你會賺錢嗎 我不知道 短時間我跟你講 你肯定不了 你要是說很長 那個是很長的時間了 好 那 所以你要幹嘛 所以我跟你講 你要屈其避凶 避開這些漲幅大基本面跟不上的股票 其實就跟我們所提到 其實還有其他的 然後留一些未接低 展望好的 不管是中幹 跟轉機 因為明年 因為已經接近年底了 做某行情會來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最近的財報週公布 幾家歡樂幾家抽 那艾斯莫有公布是不如預期啦 所以到時老師就說 你色飛股趕快跑 因為包含了什麼印財啊 等等的國家都破了季線 台股的色飛股沒有辦法搶到哪邊去 那另外一個則是讓人家有驚喜的特斯拉 讓低檔的右下角的車電股 又開始起標了 那老師車電股這邊來快速問一下 這個車電股 就是右下角隨便色飛標買就對了嗎 還是說我要找大戶有買的 投信有買的 我跟他報告 車電股的部分是這樣子 那你看一下是不是這些還蠻強的 你看3552 3552啦同一掌停對不對 好 那你看一下 6235的華府對不對 你看位接就知道 對不對 6288的連家 你看是不是好 是 那我跟他報告了 不是叫大家一定要去買這些 而是說我跟你講 其實從德宜來看的話 其實車用的部分來講 我跟他報告 MOSFI高壓的部分 台灣基本上都是做中低 中壓低壓的 就中低階的部分 其實在高壓的 高頻的部分來相對會比較好 因為德宜的部分 它當然也有所謂的 電源管理IC等等 我想車電的部分 你這個地方你也不能亂買 我是講的 我只是跟大家講一個概念 位接低的比較容易長 假如未來的展望是 你要搭配 那我們看下一頁的部分 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再跟大家報 好 艾希社再看下一頁好了 應該有寫一個 好 是 再你看一下 美銀估計對不對 我要跟大家講的就是說 AI美銀的估計 AI差不多規模的資料中心 就是這些嘛 對不對 那今年等等這些 資本支出大概增加40% 然後其他的公司 在今年的資本支出反而下降1% 其實你在回推 你記不記得 艾斯摩爾 那時候我跟大家講 你不要以為台灣的Cowars都在做Cowars好不好 面板的也一堆 PCB的設備也 什麼一堆都一堆 你都把它認為它全部都在做Cowars 其實其他的是沒有好的 你從ASM了 大概你就知道 所以你看我們是不是都提前跟大家講 真的好來 那再看上一頁的部分好了 德意的部分來講 我跟大家報告 你大概就看一下 創意因為 我跟大家講 因為預估明年會比今年好 那只是說 他11月31號看到 他要公佈財報 財報我相信大家會覺得不好 對不對 所以我這樣認為 就是說 所以有些人或許會逢高竭馬等等等 你等財報公佈完之後 假如不如預期 你再來逢低承接 因為畢竟他已經上來 我覺得他也是有機會 另外的 這兩檔的部分其實也有機會 3588的通家 創意財報在講不講 不好你就去買 對 這是不好的時候講大碟 你就一兩天就看一下去買 就是這樣子 好不好 那通家的部分來講 整理我跟大家報告 因為它明年會非常好 因為在PowerIC 在AIPC等等 所以我覺得它整理完之後 應該會打雙禮之後 應該會走高的機會 非常的一個大 所以像這個可以特別的留意 因為在所謂PowerIC的部分來講 其實它真的是非常強的 對 那天域的部分 4961的天域 也是相同的 你看一下 我覺得這個基本上來講也會 就是說明年基本上也會比今天好 所以我覺得這些都OK 好 那剛剛這邊講過了 那我們快速看一下 這個其他的族群 低位階的 有轉機的 中蓋的 對 中蓋的部分來講 我跟大家講 其實他們的人大 這個現在聚焦的就是人大 對不對 11月4號到8號 那我相信 這一塊來講 肯定會有蠻大的利多 應該有利多 對 沒錯 貨幣政策 不管是他們的一些主權基金等等 都下去買了 買那麼多ETF了 結果你還是相信它會跌 它不會漲 怎麼可能 你瞭解我的意思嗎 何況那麼會接再這麼低 所以我覺得不要因為 不要因為政治的色彩 其實我投資真的要理性客觀一點 所以我跟大家報告 好 你比如說好 等一下我再跟大家 你比如南橋好了 除了股ETF之外 有沒有一些台灣的概念股可以講 尤其南橋我也跟大家講過 你假如算它的皇家的市值 再加上上海南橋食品 我跟你講今天也漲了 它的大概100塊以上 它的每股進食在100塊以上 所以假如100塊以上 我問你 等一下 請這樣 我有這麼有 全部買下來 你知道嗎 太委屈了 對 真的太委屈了 然後IPO要掛牌 是 它的皇家可口 然後其他的 我想這一部分大概是這樣 我們看下一頁的部分 因為10對 那個 好 那你看一下 除了這些之外 我跟大家報告 你比如說好 你要做原物料 原物料可以 可是你的邏輯一定要對好 就像台坡 在大陸有受惠的 報價 對 你看它的報價 你一定要看報價的趨勢 你有沒有發現 為什麼最近的玻璃比較強 因為它的報價 是創這個地方的高點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可是你看鐵礦石 鐵礦石是不是還沒創這個地方的高點 所以它就 好 那你看這個橡膠 這個是人工橡膠的 你有沒有發現 所以台相之前也很強 因為我跟大家報告 你看相同的點 其實這個也是創 大概這個非常強 天然橡膠也非常的一個強 所以你看一下 你比如1802的台坡 好 你看一下 表現是不是就比較強 你看2014的中鴻 2014 對 2014的中鴻好了 對不對 就沒那麼強 因為鐵礦石沒有沒有 對 沒錯 所以我就跟你講 你真的在操作原物料 這次的報價 你都要特別 可以加我們來的 看一下493年的燦興王 對啊 最近這個 因為最近我跟你講 因為統一都要買了網家 對 私募 日行情沒有 你看一下 8044的網家 結果公布完之後 股價連續三根掌停板 你有沒有夭壽 這賠錢賠到爆好不好 這已經賠到 不知道不省人次了 你知道嗎 還好統一進來 那莫莫的這個 好 你看一下8454 311也開跑 你看8454 對不對 也開始慢慢上來 你看一下 2642的 宅配通 他幫你送東西的 肩掌停 來 肩掌停 2608的 運東西的 好 2608 對啦 我跟你講 我覺得當然這有 可是這個真的被低估 493年的燦興王 你知道嗎 你看一下 你對一下EPS 然後你退一下美股 這是說台灣生意 這個有做中國大陸生意 都有啊 當然有 這個還有大陸生意 對 不只台灣 來 我跟大家報告 你知道嗎 他持有閩餐棍 其他基本面 你自己看一下 他持有閩餐棍 你知道 他在深圳B谷掛牌 你知道B谷掛牌 一天的最大的漲不幾% 10% 他走一盤中找盤的時候 既然漲停板 我不知道 我剛剛看一下 大概還有9%多 結果你看母以子貴 他的 因為大陸現在的政策 也有舊換新 家電舊換新 所以你看 他又吃得到大陸 又吃得到台灣 然後並且 他還有閩餐棍 米子貴 今天的股價以現在來看 至少漲了9%以上 所以我覺得 他有40%的一個股權 所以我覺得 其實在現在 還是有不錯的一個個股 可以選擇 而且詹老師幫拉拳的題材 幾乎都是油斬機 但是在右下角 也不是說隨便在右下角 隨便找 因為我們從這個原物料的內容 來看的話 就抓出了玻璃奇溫的包架 跟橡膠的包架 還有鐵光燒的包架 給大家買起來也有鎖本 你要比較安心 那提醒 如果說有任何疑問的話 都可以跟老師來聯絡 我們是一家合法投股免付費專線 0800370888 0800370888 本投股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 財務利益關係 以往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人 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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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